那麼捷運從今晚開始呢 緊急的加派了遠景進駐在這兒 那麼詳細的內容 請我們來看這個記者邱聖文 他所提供給你們的最新資訊 聖文請說 好 主播 觀眾 台北捷運首度發生在 車廂砍人的事件 震驚社會 那麼就在下班下課的時間 這個捷運板南線呢 再度的出現人潮 包括在五分埔的商圈 還有呢在這個新一區一帶呢 幾乎都有很多的民眾搭乘捷運 但是呢他們搭乘的時候 特別是人心惶惶 包括媽媽緊牽著小朋友的手 那麼同學之間呢 互到再見也會提醒說 搭車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要站在比較靠近車廂的出入口 就是怕呢在遇到這樣 比較突發的狀況會跑來不及喔 那麼呢除此之外 其實有很多民眾特別提到說 第一次在台北發生這樣的事情 第一次在台灣聽聞有這樣的事情 也是相當的驚恐的 包括呢在這個捷運的這個 各個出入口呢都發現 台北市的這個警察局 特別加派了二到四名的人力 到現場來戒備喔 帶你聽一下這些民眾怎麼說 嘴巴的話 往那邊跑的話就被逼 逼過去啦 所以應該坐中間才能往兩邊跑 有 就是還蠻扯的 因為死了三個人 對 就在台北發生這種事情 還蠻令人不敢相信 好那麼可以看到呢在信義分局 這沿線呢就有六個捷運站 包括國父紀念館站呢 在這個 五分埔商圈這一帶 還有信義區這一帶呢 向山 世貿一共六個這個捷運站 紛紛都加派了二到四名的警力 趕快來支援喔 那麼在月台的後車區還有保全人員來指揮 那麼在出路口呢也機動性的有這四名的員警會加派人力來巡邏喔 那麼很多的民眾呢在搭乘的時候也特別互相提醒要在明亮的後車區的地方 可以密閒看到呢這一起捷運車廂 坎人的事件確實讓乘客都特別的提高警覺 上一次現場最新狀況 先進一步 我現在捧你主播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捷運呢也已經恢復正常的運行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捷運